各位同心大家好 動一動之後有比較醒嗎 還是睡得更好 還是睡得更好 其實是睡得更好 有沒有上一天的課下來很累 不會是騙人的 因為我自己來上課的時候 感覺很累 不是說精神累 我是很認真在聽課 可是上完之後 我覺得我的屁股很痛 因為坐太久了 坐太久了 很想要左邊動一下 右邊動一下對不對 可以啦可以動一動 不然怎麼會讓大家下課起來動一下 我知道上課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來我們來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我們剛剛什麼時候頒布照書的 1945年 1945年頒布照書 1941年已經在打仗了 欸 有沒有時間 有沒有覺得他有點奇怪 是不是重疊了 在還沒有頒布照書的時候 就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好 如果你是這個時候的人 在打仗的時候你會幹嘛 保命 逃跑 奪 對不對 我還管你1945年頒照書 我管台灣 那時候是屬於誰的 有沒有 這就是好 我們台灣本土台灣人 歷史記憶很薄弱的地方 我們為什麼都沒有那個 好像沒有什麼歷史記憶說 欸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因為那個時候 等在那 戰爭 等在修爬 然後呢 1945年9月2號日本投降 已經戰敗囉 請問1945年的4月1號跟1945年9月2號差幾個月而已啊 四五個月而已喔 所以有沒有更薄弱 這個歷史記憶有沒有更薄弱 但是 頒布照書的那一天 憲法 實施憲法的那一天在台灣 你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管時間有多長多短喔 那個就已經是事實了 可是這時候呢 麥克阿瑟也就是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 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將日本呢 準備把他五馬分屍 為什麼 有沒有這麼恨他 日本偷襲美國的哪裡 珍珠港 然後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所以美國是主要戰勝國 對不對 他有權去分配日本的領土 分配戰賣國領土 但是呢因為他當時戰爭之後呢 他沒有辦法全部日本的領土全部控管 所以他也害怕日本的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因此他要讓日本不可以再次崛起 他就把他分屍 北方四島 俄羅斯戰管 韓國獨島 日本本島 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澎湖交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所以將日本五馬分屍之後呢 台灣就進入了 1945年10月25交戰國占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看到這裡 大家相信嗎 來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前兩個月 台灣是無政府的狀態 不政府喔 一個國家沒有政府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動亂 要不要趁這個時候搶劫全聯跟星巴克 要不要 要不要搶劫銀行 要齁 那這個時間呢 兩個月台灣沒有政府 台灣有沒有發生動亂 沒有喔 為什麼 剛剛我們看到一群學生跪著在幹嘛 讀書培養什麼 武士道精神 就是因為這個 武士道精神 在兩個月台灣無政府的狀態下 台灣人成立自衛隊 有效的 安全的 安靜的 自衛的管理 自己的治安 本土台灣人 有沒有覺得 文化數值很高 欸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做得到的欸 當時台灣的數值跟文化水平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了 有厲害喔 好 我們來看 蔣介石集團來台 蔣介石他帶著什麼樣的人來到台灣 請 然後呢他們的兵的水準在什麼程度 去砸貨店跟老闆講 我要一個水龍頭 買了水龍頭之後呢 回家呢把牆壁有沒有挖一個洞 然後把水龍頭插進去 準 那怎麼沒水 那怎麼沒水 這不是水龍頭嗎 然後跑去 問那個老闆娘說 你怎麼買我東西還是壞掉的 很香 很香的 這就是當時的文化落差 你想喔 台灣人 當時的水準已經在日治時期 培養到連沒有政府 他都可以 不需要動亂 我們被這樣跟我們差距的 蔣介石集團 來控管 佔領台灣的時候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蔣介石 他們來到台灣 第一個感覺就是 台灣是一塊 寶島 肥土 人口稀少 才六百萬的人民 結果每個人都很有錢 物產 豐饒 一年三收 大家吃的肉 穿的收 很好呢 所以 馬上想要把他站為己有 1946年1月12號 將台灣人民集體強迫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也就是現在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對不對 他沒有經過你的任何的意願 直接強迫把你換國籍 不要身份證了 拿台灣民政府身份證就好了 所以這一張身份證 強迫你規劃為他的人之後 會不會暴動 我們啊 在1947年2月28 228事件 有感覺嗎 應該沒感覺 我剛剛有講 我是一個政治能感的人 對不對 原本 在我這個年紀 我們學大的歷史課本 228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一個歷史書上的一個事件而已 你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老師也不會跟你講太多 可是在這一刻 我每次講到這裡 我都會心痛 因為我現在才發現 我們在日志時期培養了多少 兩萬到三萬的精英 有老師 醫生 律師 博士 碩士 藝術家 包括剛剛看到的那個陳陳波 我們日本地獎入選的那個畫家 全部都在228被屠殺 怎麼屠殺 陳陳波走出車站的那一刻 雙手被綁起來 鐵絲從你手掌中間穿過去 讓你跪在地上 就地槍決 有理由啊 沒有 有原因嗎 沒有 我就是把你們這些知識分子 全部屠殺光光 看你還誰知道 誰還敢煩我 這一些 兩萬到三萬 台灣培養出來的精英分子 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 議會 政府 他們知道中華民國違法 蔣介石集團違法 他不可以這麼做 但是呢 228事件把你們全部屠殺掉 接著 進行了 世界上 歷史上最強的 長達38年又56天的白色戒嚴恐怖 足以這麼長的時間 將在場 每一位人全部都洗腦成功 讓你再也不知道台灣真正的歷史地位是什麼 如果你還敢講話 暗時你就不去啊 那你能夠說嗎 不敢啊 可怕嗎 這就是 當時 台灣啊 228被殘忍的屠殺之後 又進入了38年又56天的白色戒嚴恐怖時期 所以才會叫成現在台灣的人 為什麼都不了解台灣真正的歷史 然後1949年6月15號 4萬塊換一塊 代表什麼 當時 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跟我弟弟說 我弟弟啊 他是台大 台大的 台大生 高學歷嘛 對不對 高知識分子 也很聰明 我在跟他說 這4萬塊換一塊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那是因為台灣的物價通膨啊 台灣物價通膨 他一定要用4萬塊換一塊來穩定台灣的物價啊 可是我跟你說 我當時 我沒有劃回他 因為我不 我不懂 我還不是很了解 他講的也是沒有錯是有道理的啊 我後來才知道 為什麼 我現在可以告訴我弟弟為什麼 在這個時間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在國共內戰 當時他們自己在自家兄弟在打仗 他來到台灣看到台灣 地廣 人稀 古虎爺 三七五檢豬 把你大地主變小地主 公然搶奪台灣人民的財產 把你台灣所有的物資全部收掛一空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台灣會不會物價通膨 當時多少人餓死街頭 原本在日治時期吃了飽穿得冷的生活 一夜之間完全就沒有了 再把你懂的人全部屠殺光光 你們覺得這樣的人有資格來管理台灣嗎 當時惡性的通貨膨脹 全部資助他們的國共內戰 再用四萬塊一塊把你們的財產全部都變成他的 行政立法司法 艱染軍事大權 官僚作風 所有的一切跟日治時期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這麼恐怖 不是要造成任何的仇恨 但是 本土台灣人你一定要知道 我們身為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的歷史 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清楚 不要像當時的我 政治能感的時候 朦朦朦朦朦 我感覺那個交往沒關係啊 可是現在講到的時候心會痛 你會覺得如果台灣當時沒有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給控管的話 台灣現在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們絕對是前幾強國 你們相信嗎 結果 在這一刻 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戰敗 他在這一刻成為流亡政府 當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他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時候 他離開他的領土的時候 在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這樣了解嗎 他如果要再回覆他的領土 他一定要再回覆他的首都南京 所以他給我們台灣人 剛開始都灌輸一個觀念要反攻大陸有沒有 請問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他自己在打仗為什麼要我們台灣人去替他死啊 所以在這一刻 中華民國國共內戰戰敗之後 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可是大家會說 你美國是主要戰勝國 台灣發生了這麼多悲慘的事情 你都不來管一下嗎 有 美國他有想管 而且美國也沒有想到說 中華民國 他竟然變成流亡政府 他想要把中華民國趕走 可是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 菲律賓越南沒有任何國家要收留他 那是台灣無阻 然後呢他只能暫時流亡在台灣 結果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死不死1950年的時候韓戰爆發 美國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已經花費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心力 結果韓戰又爆發 他就想要就算想要救台灣他也救不了 因為他自顧不暇 美國需要反共 可是美國反共他需要一個同盟 當時也就是蔣介石集團跟他是同一陣線 然後雖然他成為流亡政府 但是也沒有國家可以收留他 因此在這樣的政治利益的考量下 他只好讓他暫時留在台灣 他也不能讓台灣被中國拿去 因此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我們台灣喔 所以我們現在告他是剛剛好而已對不對 但是他知道 1952年的時候4月28的時候 就金山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這也就是我朋友有問到 當時這個條約裡面 合約的第二條不是聲明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了嗎 那你們為什麼還說是台灣的領土主權還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因為喔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主權權利主權義務喔 這有一點深喔 我們盡量用簡單一點來解釋好了 我現在在這一個教室上課對不對 當初阿 這個 這一個教室 他有地嘛 他的地主跟我講說 他 不管是 這塊土地上阿 的一些事情他都交給我 他不管 他不管是 這個整個土地上的使用管轄權都在我身上 我就把他拿來上課 我就上了很久很久的課之後呢 請問這塊土地就變成我的了對不對 他不管阿 為什麼不是我的 對 他有土地權狀 請問我有跟他簽土地權狀嗎 沒有 那台灣跟澎湖有簽歌讓嗎 沒有 對啊 那日本天皇他放棄的是什麼 管轄權 但是呢 今天阿 我在這個教室我要放火燒這塊地 那個地主他有沒有權利出來說話 有 這塊土地還是他的嘛 如果我在這個土地上面 為非作歹 放火幹嘛的話 他還是 是不是有這個義務還是權利也可以來關心 所以日本天皇對我們還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他也得來關心一下台灣的人民過得好不好嘛 是不是 只是呢 在第二次事件大戰之後呢 發生了很多的原因 包括日本他們自己必須要重建 對不對 的力量 然後各方面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 大家知道我們五月十七 是不是有頒獎日本的酒會 我們要讓日本知道 台灣民政府準備好了 台灣 以後是你們的兄弟 他們 可以來關心我們 是不是 所以台灣的領土主權 因為沒有前土地權狀 到現在還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大家了解了嗎 所以 放棄的是 管轄權 還有殘留的主權義務 領土主權並未放棄 如果針對這一塊呢 因為他比較深奧 可以看清台灣論 但是有人會問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波斯坦宣言 開羅宣言 波斯坦公告 日本祥書 這三個公報 不是在在的都講說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嗎 那為什麼沒有還 第一 台灣有沒有屬於過中國 沒有 從來沒有對不對 大清國有沒有屬於 沒有 那根本就更不可能屬於過中國 是不是 那這三個宣言是什麼一回事 什麼叫單方面的認知 在戰爭的時候 小朋友在打架 所有的人喔 都說這個球 要還給這個妹妹 兩個哭得很慘對不對 這個球要還給這個妹妹 他也說這個球是妹妹的 可是啊 這個球啊 的發票 在我的口袋裡面 請問球是誰的 球是我的 對 球就是擁有發票的 誰擁有土地權狀 日本天皇 戰爭的時候呢 三個宣言公報都說 應該要將台灣跟澎湖 歸還給中國 可是請問有簽約嗎 沒有 有沒有簽土地權狀 沒有 究竟像和平條約裡面有簽嗎 沒有 那怎麼會是他的呢 這樣了解嗎 單方面的宣言跟認知 一切都要以正式的合約跟條約才生效 所以啊 這就是什麼 跳蚤 都喜歡講說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啊 就像跳蚤 跳蚤很強耶 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就是跳蚤 不知道喔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喔 有夠嗎 最厲害的跳得最高的就是跳蚤 然後啊 如果我們做一個實驗 我們喔 用一個蓋子把那個跳蚤蓋起來 蓋在桌子上 我們就拍桌子 那個跳蚤就會跳 他就會啊 撞到 撞到後你在拍 他又撞到 請問你一直拍的時候 他會不會一直撞到 不會喔 跳蚤很聰明 他會跳低一點 他會降低他的高度喔 他會降低他的高度 為了不要去撞到 那你把蓋子拿掉之後 你再換矮一點的蓋子 再把它蓋住 你再拍他又撞到對不對 他就一直降低他的高度 你越換越矮 他就越跳越矮 等到你換到很接近桌面 的那個高度 你再拍 他不跳了那怎麼辦 他用爬的 不跳了喔 用爬的 那你把蓋子拿掉之後 他沒有蓋子了 你再拍 請問跳蚤跳不跳 沒有蓋子了跳不跳 沒有蓋子了他不跳了 從此以後就變成爬蚤 就不叫跳蚤了 從此以後你拍他就用爬的 他就不跳了 有沒有像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啊 都不知道我們自己 會多好啊 台灣民政府執政 如果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台灣人會很有錢耶 你們就知道那個阿拉伯 是不是阿拉伯王子 都有戴一個那個白色的帽子 在那裡飄啊飄啊 你能夠想像如果台灣 以後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我們每個人也戴一個帽子 在那裡飄啊飄啊 是不是也不錯 喔 南海石油為什麼不能開採 國際地位 為什麼美國不採 日本不採 中國不能採 為什麼誰都不能採 他屬於誰的阿 如果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台灣阿 的現在台灣人的生活 遠遠超乎你們想像 會不會去想像 知道台灣人的生活 可以過得多好嗎 不要認為現在的生活 你就可以滿足 好不好 不要自我設限耶 要知道台灣阿可以很棒的 好不好 終於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秘書長 有看過我們秘書長對不對 2006年呢 10月24日 我們的秘書長 帶領228名228的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控告美國政府 改革 讀阿好對不對 堅持為台灣人走一條路 他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阿 然後呢幾乎 三四個月半年都沒有出門 然後都靠朋友來送罐頭給他吃 在裡面呢鑽研苦毒 疊起來跟人身體一樣高的那個原文書阿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才從裡面找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有夠不 所以呢我們2008年3月18 美國聯邦華府聯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及people of Taiwan 意思是什麼 如果今天呢我嫁給一個菲庸 請問我生的小孩是誰 菲庸 是菲庸還是台灣人 菲庸 菲庸 我今天對 我今天如果嫁給一個菲庸 我生出來的小孩就是小菲庸 對 他還小嘛 所以加一個小字 小菲庸 所以呢 欸台灣人沒有國籍耶 可不可怕 好可怕喔 跟我們很關係對不對 很有關係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呢 要不要趕快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要 2009年4月7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灣人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聯合國什麼的我們 反正台灣好像一直都沒有地位 好像已經習慣了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都了解 生活在政治戀獄 有教你們看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後面的那個透明的條碼嗎 暗碼 有對不對 從陳怡 也就是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有計畫性的將本土台灣人 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馬英九跟我的秘書長是同學 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齁 馬英九讀書很差耶 還可以上哈佛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是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呢 我們那一個身份證的條碼 判定了你是什麼人 然後呢 用你們本土台灣人的納稅錢 然後去養這些人 供他們上大學給他們獎學金 然後偷偷幫他們加分 然後讓本土台灣人都不要過 有可能嗎 生活在政治戀獄當中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 我們還以為他們的文化水平有多高 連水龍頭自來水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怎麼可能贏過我們本土台灣人 這是七十年來的不平等的待遇 才會造成現在的社會的狀況 要不要討回一口氣 所以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就是本土台灣人二戰後首次 下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者美國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就介紹和平條約及 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結果 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請問我們打贏了沒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他們才放棄抗辯權 我贏了 我怕贏了 我們打贏了 我們打贏了 請問為什麼你美國 還沒有趕快把政權交還給我們 為什麼 都打贏了 然後你還擱置本案代審 原因呢 美國說 好吧 我將流亡政府中華民國趕走 然後你們誰來 誰來接啊 誰 誰 人耶 人耶 本土台灣人 你的政務官 公務員呢 齁 所以美國就說 我公平 當時啊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是六百萬人民 他帶一千名的公務人員 現在台灣有多少人 兩千四百萬 然後一比六 四比二十四 所以這就是四千名的由來 大家瞭解嗎 所以在場的各位 就是坐在這裡的原因 齁 因為呢 你一定要有人接掌政權 你要有政務官啊 事務官啊 你才有辦法 來接掌台灣這塊土地嘛 不能放空啊 因此 但是我們今年呢 有再告訴美國說 我們 差不多 準備好 完成了 所以趕快把政權還給我們 所以接下來各位齁 你們初級高級 然後接下來 之前訓練過五官 成為台灣民政府 正式官員之後 這個速度 腳步會非常的快 我們接下來呢 兩到三個月齁 這個時間會一直在針對 所有的各聽各舉 一直在做專訓 這部分啊 是要趕快訓練 我們真的有辦法來 真正的接掌政權 你要想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憑什麼執政 我們有沒有信心 可以做得比中華民國還要更好 我們的計畫在哪裡 我們要讓台灣未來的走向在哪裡 你要怎麼做 你要怎麼建設台灣 你可以保證 讓台灣的人民 過得比現在更好嗎 這是將來 現在在場所有的政務官 包括我們 每個人的責任 可以嗎 有沒有感覺 在這一刻啊 來為台灣 這塊土地 這個社會 做一些有意義 跟有貢獻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今年 九月 大家記記 九月十二號 跟九月十三號 我們的各州 會舉辦大型的遊行宣傳 我希望在場的每一位同心 都來參加 這一場呢 是美國 他們會派代表律師 來收證 台灣民政府的執政準備 好了沒有 他會送我們的人數喔 然後呢 還會看我們規劃的能力 所以呢 我們所有過五官的同心 會全部假期動員 然後還有我們這些 所有你們 在場的各位同心喔 現在九月十二跟十三 希望你們 趕快把你們的假 時間 都挪出來 好不好 然後呢 來參加這一場 見證歷史的活動 齁 要參加喔 好不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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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沒有申辦的趕快去申辦 這個一定要辦啊 你才能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的身份 的證明齁 齁 再來 這就是 隨便你現在上網打 google一下 你都可以看得到喔 我們的廣告 這個是 蘋果日報的電子報 所以上面都會有我們的官網的廣告齁齁 齁 那如果說各位不上網去查 直接打我們台灣民政府 上我們的官網去看就好了 我們都會官網都會定期公佈 中央最新的訊息跟動態 所以要長長的去看 好不好 好 千人見走 我是台中主的 所以說齁 這是我們台中主啦齁 這是一個很正面的報導 齁 很正面的報導 自由時報報的 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然後這個上面這個 訪問這個青年級的這小姐 啊這是我啦齁 然後呢 在這邊啊 我們現在呢 跟記者在接觸的時候 你可以明明白白的感受到一點 台灣啊 有沒有被媒體 所控制 有沒有被媒體所蒙蔽 我們覺得台灣的社會 應該是很開明 很透明 很公開 很公正的 騙人的啦 記者就直接講了 他就說齁 幫你們現在齁 能夠做一些些這些報導齁齁 是得來不易 因為整個局勢的轉換 以前呐 大部分呐 如果來採訪已 他們的長官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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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就是媒體 媒體他要的就是聳動的新聞價值 他不管事實的真偽 這就是不只是台灣 這已經是全球整個媒體的社會亂象 所以新聞會不會看 要會去判斷事情的真假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真欺騙台灣人70年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我們很多都不知道 如果今天你出國 你會不會在國外然後去查 228歷史紀錄片 剛才 不會 台灣查不到 可是國外查得到 請問台灣有沒有被封鎖 有沒有被捏造 有 台灣查不到的東西國外看得到 有沒有捏造歷史 有 那個是因為你不知道而已 並不代表它不存在 知不知道北韓 我們在看北韓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北韓人很可憐 在現代化這個社會裡面 還有這麼可憐的人 完全被封閉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有沒有 其實台灣人也差不多 我們覺得自己很開明 其實我們讀的整個歷史的捏造 資訊被封鎖 是一樣的 他只讓你看 要給你看的 只讓你讀 要洗腦你的 所以封鎖控制台灣媒體 捏造歷史真相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當你拿著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去投他的議員 市長 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 人 你們要做中華民國的人嗎 他現在的土地領土範圍很少耶 剩下一點點而已齁 留在台灣很好啦齁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有哪一些 國民黨 民進黨 台聯黨 新黨 親民黨 什麼黨 亂七八糟黨 亂七八糟黨都有 民進黨登記什麼齁 中華民國 國民主進步黨 前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 所以他有辦法跳脫中華民國的流亡體制嗎 沒有辦法 所以所有的政黨 全部都一定是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內 存在著 只有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一個政府 你要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就必須走對路 這樣了解嗎 就連蔡英文都有一個流亡政府說 有沒有看過 他發表了一個 建國一百年流亡六十年 新書發表造成了民進黨多大的轟動 有沒有看過這新聞 如果政治能感的我當然是沒有 那如果 對這個有興趣的應該有看過 蔡英文都知道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啊 可是他要怎麼跳脫 他就是民進黨的人啊 他前面登記的就是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怎麼跳脫 新聞都有報 綠偉普遍的共識 大家都知道欸 普遍的共識大家都知道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他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怎麼有辦法帶給台灣未來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喔 這都是新聞 連新聞都有在報喔 只是跳跪浪跪 你不曉得不清楚而已 所以台灣啊幾乎都快被中華民國賣給中國了對不對 可是啊常常喔我們都在講 好像出賣台灣出賣台灣 可是你有實際上太大的感覺嗎 除非啦有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就有親身經歷喔 不是我的經歷是我姐姐的經歷 我姐姐有一天喔她就跟我講 我跟妳講喔 我的公司喔要投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喔要給中華民國喔 給目投了 我說喔 姐妳不可以這樣講 我們要公平公正 不可以因為我們參加台灣民政府 就把所有的過錯都推給他喔 我這樣有沒有很公平 有啦喔 可是我姐姐跟我講說 我有證據 我說什麼證據 她說我們公司啊是在賣這個 同一部幕 這個機器的 他們呢台灣的製造商嘛 台灣的公司 他們都跟什麼配合 公家機關 大部分會跟一些公家機關配合 公家機關呢政府每年 他就會撥預算 讓他們去採購這些器材 那採購這些器材的同時呢 可能從合理的價錢 一萬多 現在就變成七千多 然後錢沒多久 四千多 請問四千多 他就了錢了 是怎麼賣了 欸 可是這個如果這個學校 他東西壞掉了 他還是得買 可是他只有四千多的補助 請問他可以跟誰買 淘寶王 他可以跟誰買 可以跟中國買嘛 欸中國買得到啊 買得到這麼便宜啊 然後請問政府機關的補貼 是誰的錢 人民的納稅錢 結果台灣的企業 台灣的產業賺不到這些錢 給誰賺去了 中國 這樣有感覺嗎 齁 這就是雪玲玲的例子 很明顯 有沒有把我們的錢 變相的洗出去 土力了誰 中國 可怕吧 為什麼台灣 不是說台灣很窮欸 是因為台灣國際地位 沒有辦法正常化 我們很多的貿易 各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可是你們能想像正常化之後呢 然後我們不要再 一直把台灣的錢 洗去中國呢 就光這些就好了 你可以想像台灣的人民 可以改變多少嗎 有沒有聽過海綿道路 這個道路啊 有沒有看到氣球 然後他插在道路上的孔 結果他吹起來 竟然可以吹起來欸 那表示道路在幹嘛 呼吸呼氣對不對 道路怎麼會呼氣 欸 道路怎麼可能會呼氣 原因是什麼 來 這個海綿道路是 台灣人發明的專利喔 非常強喔 有多強 來你看到這個道路上面 是不是有孔 髒空氣進去之後 他會經過下面一層一層 過濾之後 再吐出來的空氣 就是乾淨的空氣了 然後你的雨水髒水 流進去之後 經過一層一層的過濾之後 下面還有一個儲水槽 下去之後 就變成乾淨的水了 台灣以後就不會再年年缺水 有搞不好 台灣為什麼會缺水 因為我們的水庫呢 一百年的淤積都挖不完喔 如果這樣 不但可以淨化空氣 然後又可以解決 每年缺水的危機 如果 是你 你要不要鋪 當然要鋪啊 可是呢 為什麼台灣到現在 還不普遍使用 新聞也有報 生態功能的海綿道路 除水量可達70噸 強不強 強 這樣的工法做出的道路呢 可以降溫防災空污 生態保育 成本還比 博有道路便宜喔 全球30幾個國家 都在跟我們這個台灣 這個發明的人 在徵求他的這個專利 為什麼台灣 不普遍的使用它 原因是什麼 有沒有聽過官商勾結 齁 但是不是很清楚 什麼叫官商勾結 如果今天我要選市長 我就跟 這個企業 我就跟他說 你來支持我 齁 等你支持我 我當選了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工程都包給你 然後 你沒有錢的時候齁 你就去那個馬路邊 圍起來 然後 逗逗逗逗逗逗 你就有錢了 這樣嗎 沒有錢 就去旁邊 逗逗逗逗 有沒有看到常常在 逗逗逗 有齁 所以 逗逗逗 就是 逗錢出來 有沒有齁 因為這樣的官商勾結 採購法齁 台灣現在的法案就是 告訴你 現在柏油道路鋪下去的時候 它有一筆預算 然後呢 每一年呢 我放了一個預算在那裡 當你 需要修道路的時候呢 你就再去請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海綿道路 第一次鋪的時候成本會比較昂貴一點 可是以後幾乎都不需要收入了 咦 怎麼聽都是第二個比較划算對不對 可是呢 這樣子 包商就沒有工錢可以賺了對不對 他就沒有錢可以去抖抖抖了對不對 那請問他可不肯 不肯 那今天我拿錢來押制你 這個議員 然後告訴你 等一下你們 在審採購法的時候 不要讓海綿道路通過 你舉反對票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 台灣民政府貪污唯一 死刑 阿記得喔 如果今天你們在場假設 現在大家都是議員 請問海綿道路要不要通過 要 要的舉手 沒舉手的就貪污了對不對 是不是 敢污 不要貪污好不好 如果今天阿 能夠真的為台灣來建設一些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你要不要支持 現在有沒有辦法了解為什麼台灣的發展慢 為什麼台灣的生活過得不好 有沒有辦法了解 跟政府有沒有很大的關係 有 所以台灣民政府執政 我們要做得更好對不對 對 所以你還敢相信你看到的真相嗎 今天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他即將要離開台灣 裁軍行政院廢止案平坦島建設國共和解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代表我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可是上面呢請問有台灣兩個字嗎 沒有 Chinese Taipei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去感受過說 為什麼沒有台灣還可以代表台灣 有沒有 你上網只要去打 裁軍 為什麼要裁軍 因為 在 國際戰爭法規定 萬國公法裡面 流亡政府只能擁有自衛隊12萬人以下 如果你擁有超過智慧隊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戰就稱為恐怖組織 所以美國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喔 後來發生哪裡要離開啊 所以說呢 趕快裁軍 不然呢你離開的時候你就會成為恐怖組織 裁軍真正的用意喔 一個正常的國家要不要國防 要 裁軍是不是不正常 原因呢 要知道真正的原因喔 行政院廢止案 一個國家呢 最重要就是需要很多的法條 你隨便下去打 行政院廢止案 啪啦啪啦 廢止的不是一條兩條而已喔 一堆喔 然後你再進去看 隨便點一條進去看 廢止 國防部軍醫條例 組織條例 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要廢止這些東西嗎 不行喔 可是為什麼要廢止 因為他即將要離開了 這都是你們上網打就可以查到的� 政治台灣創造的是一連串的假象 要看你們會不會看 新聞要會看 真相要會看 這個島漂不漂亮 知道是哪裡嗎 平潭島 蓋台灣呢 慢慢那蓋齁 沒錢就去抖抖抖 然後呢 蓋他自己的要撤退的家鄉 即將要去平潭島 拿命蓋 拿誰的錢 我們的納稅人的錢 去蓋他的家鄉 台灣用何能 他用什麼 風力發電 智能發電 有空嗎 空喔喔 所以這一個齁 新聞複製一個台灣 台灣住的太開心了齁 所以當他撤退到平潭島去的時候 他也希望 來複製一個台灣喔 而且還在台灣獵財 我爸爸呢 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 基本上跟他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不是很相信 可是他對政治齁 很了解 很通澈 而且你在跟他講什麼喔 他知道的很多耶 然後呢 有一天呢 我們在看新聞 看到這一則新聞的時候 我就問我爸爸 爸我給你問喔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中國當官 平潭島是不是在中國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到平潭島當官 我爸怎麼回答我 你們知道嗎 他告訴我 我不知道 所以我贏了 終於 我就跟我爸講說 你終於不知道了齁 你也覺得奇怪了齁 要不要辦身份證 所以我爸辦身份證了 所以 這個部分就是 你要想 很奇怪啊 這個新聞你在看的時候 你就要有覺得奇怪的地方了 這樣會不會看 會看齁 迷失的台灣現在是怎麼一回事齁 你們要知道 七十年來 台灣生活在政治煉獄 台南 越南大暴動 大家都知道吧 那個時候呢 中華民國做了什麼事情 發帖子 我是台灣人 那你想說 別人就不會把你打 那有可能 沒有可能 這個是什麼 被蟲倒在地上的一個學生 然後這個是什麼 太陽花學運 知不知道 反服帽 反服帽 EGFAR 我們齁 有一期的學員 他是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我就問他 欸請問 你在去 反服帽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過 服帽裡面的條款 他說 沒有欸 那請問你去反什麼 欸 反服帽 然後你沒看過條丸 那你是 我愛台灣 好 請問 服帽 從頭到尾 有沒有寫到台灣兩個字 沒有喔 他說我不知道 我說對啊 因為你沒看過 如果你有看過 EGFAR跟服帽 你就會從頭到尾 都沒有提到台灣 那 這個條約是誰跟誰簽 國共和解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國共和解 人家自家兄弟在和解 我們還要去被衝倒在地上 這個算什麼 這就是喔 要不要趕快去告訴你周遭的人 不要再愛台灣 要做對事情 對不對 要用對方法 所以 2015年 是不是台灣的重要的政治年 我們今年即將執政 腳步非常的快 所以 各位同心 希望我們一起跟上 台灣民政府的腳步 好不好 如果啊 這個是我當時 還沒有到台中洲去 我還在中央內閣 國土交通省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 我們現在的道路 台灣的道路 是不是那個 人孔蓋都在馬路上 然後有時候請我拖車 不小心就會 這個是日本 有水嗎 然後他的那個 排水溝有水嗎 我們以後做這樣好不好 好齁 這樣有水嗎 有水喔 不錯對不對 請大家現在你們可以開始去想像 你想要過的生活 好不好 然後呢 來一起見證 台灣歷史 改變的這一刻 如果今天你想 我們一輩子能夠來為台灣 做一點點有意義 有貢獻的事情 基本上 不是每個人一輩子都有這個機會的 可是今天 台灣民政府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我們要不要多付出一點 來為台灣做一點點 貢獻自己能力的事情 好不好 加油 有沒有信心 好 謝謝大家